哈喽大家好,我是酷子 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 我已经是个MC的老艺术家了 哎嘿,爆炸就是艺术 但别以为只有玩家和苦力怕喜欢爆炸 今天安装的树里包中 小白和僵尸也将拥有一颗艺术的金 据说非常之难 哼,本大爷倒是想挑战一下 话不多说,开启树里包试试 嗯,这天咋就突然黑了 怎么突然撞出这么多要门鬼怪 我去,真就一点准备时间都没有呗 不过这是 看起来每次刷出TNT怪物的时候 都会给玩家一个墨影珍珠和钻石 是给玩家讨命用的 钻石的话 应该是树里包的作者认为 在此模式下不可能挖到钻石 施舍给玩家的吧 我了个去,这威力未灭太大了点吧 炸了好大一个坑 诶,实测的 我去玩带,赶紧丢珍珠 没有机会了 啊 这款树里包未灭太丧心病狂了吧 间隔时间极其之短 每次都是一开工作台 这些丧心病狂的小僵尸就被刷了出来 真就有工作台式一次性用品呗 造罢石稿出来 等等,这都直接给了这么多的钻石 还有啥狮狗啊 诶,这些家伙还真就阴魂不散 看样子今天是摆脱不了他们了 说是值那时快 还好有墨影珍珠 不然又要和孤独台一起陪葬了 来到了一个村庄 啊这 别过去铁龟了 你看 我一定会帮你出头 我了个去 这铁哥虽然说身强体壮的 但智商是真的不行 铁哥看样子已经被炸成灰了 真是如玛 只要脑子灵光 谁会被这玩意给炸死啊 到小屋子里休息一下吧 啊这 看样子是我大意了 我去又来 嘿 说是值那时快 一番操作成功逃脱 就是这房子 躺下来睡个好觉吧 不好 村民对不住了 我先跑了 掰了个掰 虽然说很难和这些家伙刚正面 但是逃跑我还是可以的 这些家伙的爆炸威力 真是出奇的大 试试看能不能挖矿 诶 试试证明在这个模式下 还是老老实实用数据包送给玩家的钻石吧 本大一今天就不信了 一定要和这些家伙刚一波正面 全套钻石甲加护盾 就不信还会被炸死 嘿嘿 完美地承受住了一击 虽然说爆炸威力很大 但是玩家也是能硬扛住的 不去 这得被炸飞200米了吧 好了 那么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是库子 我们下期再见